黑色小客車行駛在兩台機車中間 突然朝著路間加速爆衝 接著又回到正軌 不過車子搖搖晃晃 甩尾蛇行 行駛過程還不斷變換燈號 看似要超車 但卻行駛到對象車道 驚險的和車輛擦身而過 蜿蜒的山路駕駛不斷偏移路線 其實被嚇得只能放慢速度 接著小客車擦撞施工區的三角錐 還差點撞上一旁工人 後來還直直朝著山壁方向開過去 一整排物品被撞得東倒西歪 小客車車底還卡著三角錐 擦撞路邊護欄 最後撞上山壁停了下來 短短一分鐘蛇行到極致了 危險行為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你是怎樣 怎麼一直抖 很冷喔 還是怎樣 你身體不舒服嗎 警方詢問男子怎麼一直抖 原來他不是故意蛇行 也不是酒後駕車 而是身體不適 才會一路上 搖擺不定 事情發生在30號下午1點50分左右 台14縣淵風路段 往荷環山方向 一名58歲王姓駕駛 上午才剛出院 身體和精神狀況都不是很好 警方只好叫救護車 將駕駛送醫治療 造勢當事人久測職為零 警方病醫規定測會 及製作筆錄 救護車抵達之後 幫男子量血壓 心跳都是正常沒有問題 男子酒測職也是零 沒有明顯外傷 王姓男子覺得還能自行駕駛 所以拒絕送醫 只是身體不適 勉強上路 危險駕駛 不只害得自己差點沒命 也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 TVBS新聞陳家貴十一段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